早春二月,我们又来到了潮溪湖跟前 这是潮溪湖的西面,公园的正门 这是我在潮溪湖公园入口处拍一拍海洋民族 这个小区,外面看起来确实挺漂亮的小区 平常来到潮溪湖公园的时候,看着潮溪湖,往往是风边浪静 今天因为有风看起来波浪滚滚 我记得之前我曾经过来发现这里的护栏 好多的木头都已经锡实了,都已经残破不堪了 后来我做了个报道,看现在呢,这个木头都已经拆了,都换了 真是没想到,就这么快,直接行动了 现在换成了这种,这种什么的,应该是铝合金的一种材料了 再看一下吧,过去都是那种朽木的 因为时间久了,那些木头都熟了,都很难看了 现在能够这样一弄的话,可以起到一个保护作用 它换了有一段时间了,换了一段时间了 这里呢,我也要为相关部门点个赞 不管是不是我,因为我报道了以后,所改变的 还是一族反应,通过别的渠道反应的,然后改变的 总之,它发生了变化,这点就值得赞扬 咱们老百姓看到什么不足的地方,可以通过不同渠道 向政府反应,我想他们如果接到了咱们群众的这种意见和建议 如果咱们认为可办,合理的话,他们都可以改善的 咱就从这件事情看得出来,包括我们台湘那边北面 上那个长龙山一段小路,二百来米吧 当时也是,忘了一下,我们小区的夜主也通过别的渠道 给相关部门反应了,或者很快,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或者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已经修好了 那个角落,看这边是整个都换了 美丽的潮溪湖公园,近年,据说要进行一次规模比较大的鲨鱼工作 我们期待的鲨鱼完后,这个潮溪湖呢,这个水更加捷径 这个鱼虾更多,更加多 大哥好啊,六个狗啊,你好啊 在这长住吗? 对 哦,是哪个小区的啊? 双埃 双埃小区啊? 你干什么? 我这是随便拍拍的夜主生活啊 哈哈哈哈,自媒体 我就说那个护栏啊 那个换了以后,什么时候换的,你知道吗? 换了有 一个来月 一个来月哦 我记得我当时过来的时候,发现都是些朽木 对,木头 一次也是夜主通过微信还是通过我的头条后面私信我 告诉我这个事情 我说正好我就拍了一下 没想到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报道的换了挺好 可能吧 你们过去有没有人向上面反映啊? 有 也有反映的是吧 哦 看来大多方实力吧 有问题就多方实力 你养狗是吧? 我养狗啊 对啊 做他找我 这是个狼狗吧 不是,跟他做也算狼狗 也算狼狗啊 是军犬啊 应该应该做了多少年总共? 08年到现在了 10多年了,人13年了多 13年了 老家哪里的? 北京的 他在银滩北京人是不少 不少 真不少 有的是 每个小区都有啊 他们说是 银滩是在北京的后花园 你认可吗? 反正这人是不少 这是全国人民的后花园 全国人民的后花园 你估计北京在这边有多少人呢? 估计得有 一上万得有了吧 上万得有了 哦 哦 他们有一种说法是得20多万 我觉得有点夸张 有点夸张是吧 对 你说几万有 几万是有 嗯 对 你没事就天天在这边溜的 就这儿吗 住这儿 就天天要公园跟前溜一溜 对啊 您的生活方不方便 还行吧 还行 门口有没有公交车呢 就住这儿吗 我就说有公交车吗 这个跟前 那边马路上就有啊 有公交车啊 就往市里啊 什么方不方便 方不 哎呦你看这也是 这叶主们都喜欢 在那溜的里 就今天有点冷了是吧 人比较少 风呼呼的 哈哈 夏天人多 夏天人多啊 夏天我这里 我觉得这里 好像这个搞文化活动的人特别多 唱歌的 跳舞的 这个搞乐器的 哈哈 成老头老太太 老头老太太 年轻人有没有 少 很少 咱们要这边银摊这边这个 年轻的就是 放暑假的时候 放暑假的时候 那是特殊的两个月 对对对 七八两个月是暑期 什么你小孩大人 老 你男女老幼吧都有 哈哈 这就是养老 养老的地方对 食材好 嗯 不管是驴 嗯 肉 对 蛋 都是那个 农家 都是农家的那些东西嘛 对 空气 空气好 水好 空气好水好 他看见狗 他要往那跑 哈哈 那边说 人文环境好 人文环境好 怎么讲的人文环境好 人文环境好就是 山东 总来说是 是孟之乡 孟之乡 所以他是受 17年文化的这个 熏陶 熏陶 他胃子里就是 一种 独家很大的这个 根 对 他忠厚 对 忠厚 他没有那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狗力气很大呀 哈哈哈哈 棒的小泰迪 你好你好 六大六大啊 这位声音像鼠大王 对对 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们你们是哪个小区的 曲子绿鹰的是吧 哦 也是过来牛打牛打 哈哈哈 挺好 这遇到一个北京大哥很热情的 聊了会儿天 你们老家是哪里的呀 我老家 河北的是吧 啊 看这午后啊 人们又是三三俩俩的啊 来到了湖边 啊 我现在走到了 这个 海军小区的高层啊 这个楼下啊 也就是咱们 环湖西路旁啊 突然发现呢 这里停的车辆已经特别多了啊 停了非常多的车辆啊 安徽的 山东其他地方的啊 啊 真是啊 好 现在是这个季节啊 啊 刚刚历村不久吧 有这么多车辆啊 也就是这么多的人啊 来到汝山银滩 我估计这些人呢 估计可能都是 呃 来旅居的 或者是 叶祖 有南京的 江苏M 啊 这边 济南的 济南的 好 哪个楼啊 应该是 这座楼吧 哦 那座楼 我们中学老师 在这儿有一套房子 啊 这个地方叫潮西湖度假公寓啊 看还有吉林的车 上海的车 啊 这是有这个房屋托管租赁 所以说很多呢 并不是业主啊 来着度假来的话 呃 租个房子就可以 啊 这边 楼下面也是有一些车辆的啊 小七里啊 就是今年啊 感觉今年的车辆 突然啊 这个季节 往年是没有这么多车辆的啊 这青岛的车 这是海郡小区啊 它的 东大门吧 东门 啊 也就对着的就是 咱们 超西湖市地公园的一个 入口啊 再看看海郡小区吧 这几个字 海郡小区 啊 从这些车来看啊 咱们如山银胎啊 对全国各地的 人啊 诱惑太大了 如果说 这个季节都有这么多车 再想象一下夏季啊 夏季 旅游旺季的时候 这里将是 这个人是相当相当多了 就相当热闹了啊 甚至可以说人满为坏 都不为过啊 啊 这里是超西湖公园啊 湿地公园 它的 这个 西北方向的一个 入口啊 看这个 超西湖这几个字 都是LED灯啊 打造的 就是说晚上有效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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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